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燕麥 然后在里面加了葡萄干 好 车 鱼 鱼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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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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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在上德语课 德语课的中场休息时间 大家都下楼去吃饭了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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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相确实不咋地 但是应该还挺好吃的 还挺好吃的 牛腩冷水下锅焯水 这个撇浮沫的东西超级好用 会把浮沫跟油全部都撇上来 然后我现在要把我之前做的这一锅糖心蛋的汁加进去 这样就不会浪费 现在就比较像红烧番茄牛腩了 好 晚上继续吃牛腩米粉 加了青菜 今天做番茄咸蛋黄燕麦粥 我刚刚已经把燕麦加进去了 然后就等着它再煮一下就好了 可以吃了 哦 好好吃 我希望你的旅客中午吃饭一般会去隔壁的超市 就是goop 然后这个三明治是两块六 就还挺便宜的吧 我觉得中午自己没有时间做饭 带饭什么的 就买一个这个也挺好的 典型的懒人吃法 一盆菜一盆肉就这么直接吃了 晚上也不吃碳水了 就这样吧 这个肉被炖得超级软烂 软骨都被煮得很软 然后白菜就是只放了一点盐 没有别的什么 还有燕麦 因为鱼肉做起来比较麻烦 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用虾 虾的话就不用把它撕开 或者以防它有刺什么的 而且虾的话腥味比较少 不用提前先煎过 直接丢进去煮也可以 我拿昨天排骨的那个汁又煮了一个猪脚 就炖了一个猪脚 现在已经炖了有一个多小时了 软了一些 猪脚还是挺难炖的 这个猪脚我大概炖了三个小时 现在巨软巨趴 而且好入味 贼好吃 好上头 好好吃 哇 美味的 我 Angst 有一点 您好 祝福 有点 您好 您好 嗨大家 今天是我5加2清断食的第六天 前五天呢 我没有吃甜食饮料 零食重油重辣的东西 然后还有酒 我没有喝以外 其他的呢 我基本上都在吃 我自己想要吃的东西 因为我控制饮食的目的是 希望自己皮肤变好嘛 在半年前 我不是做了一个 七天清断食的视频 清断食完的七天之后 我就发现我自己的皮肤 好坏 是根据我摄入的糖的量来定的 但凡我今天吃了一个蛋糕 或者吃一个冰淇淋 我隔天皮肤立马就长痘 所以呢 我们家里是没有买糖的 我做饭也是不放糖的 水果啊 一些本身自带甜味的食物 是没有关系的 给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的皮肤状态 就是我的这里和这里 长了两颗痘痘 就很搞笑 长在一模一样的位置 应该是一妈豆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这一次尝试的是 五加二清断食 而不是七天那种 非常严格的清断食 今天是第六天嘛 就是今天和明天这两天 我会拍摄 比较严格的清断食给大家看 我会戒掉精致碳水 还有酱料 比如说蚝油啊 酱油啊 这些东西 水果呢 也会控制在一天 只吃一颗苹果这样子 对吃饭的时间也有一定的要求 对现在 现在是九点四十多了 其实我应该已经吃早饭 但是对 我在拍这个吧 这个拍完赶紧吃早饭 就是我也希望这两天 能给自己的肠胃 减一减负担 进行一些小小的排毒 虽然我控制饮食的目的并不是减肥啊 但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反馈 我知道很多朋友对这类视频感兴趣 是为了想要减肥的 我也想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自己的变化 就是我会测量一下腰围 这样大概是68左右 OK OK 这是我今天煮的小米粥 然后给它火关掉 我的这一大锅小米粥是两人份 我的老天 我刚上德语课回来 然后现在是三点四十七 我没有吃午饭 我要吃一个三文鱼沙拉 哇 真的饿死我了 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像我这么干 我上德语课的时间很尴尬 是中午 三文鱼是优质蛋白质 我本来以为我们家有橄榄油 结果我们家没有 我就打算直接把它放到 因为这是不粘锅嘛 打算直接把它放上去 我开的是中火 然后还是慢慢煎 啊 中火 i know you 我是锅子 一、二、三、三、三、四、六、六、五、六、九、三、九、三、八、五、八、六、六、六、八、六、三、九、五、四、六、五、八、两、五、八 所有的油都是三维鱼直接在锅里煎出来的 番茄好甜 三维鱼 这外皮被煎得脆脆的 然后里面是嫩嫩的 三维鱼不用放油也可以直接煎 柠檬的话就会比较酸一点 然后很清爽 现在已经7点了 其实我没有饿 但是我不想要太晚吃饭 所以我就打算下去做晚饭 然后赶紧把晚饭吃掉 蔬菜豆腐汤 其实我在之前七天清断食的时候经常做 对我就打算直接用这个大白菜和豆腐 来做个汤就好了 然后我会把这个豆腐用勺子再给它弄小一点 感觉量还挺大的 加盐 超级无敌大一锅 今天早上我打算加一个鸡蛋 我打算加油了直接进去 然后我这边打算再弄一些菜叶 然后我这边打算再弄一些菜叶 菜梗留给中午吃 然后菜叶好 早上现在把它吃掉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喜欢吃咸甜混合的 我在这个小米燕麦粥里面加了红枣又加了那个盐嘛 我个人小时候成不喜欢吃 但是长大了就越来越喜欢这么吃 然后现在其实也不早了 因为我九点钟起床 然后洗脸做早饭 各种各种就到现在 哈喽大家 我回家了 现在是三点二十六分 今天就没有昨天那么饿了 因为早上我不是在小米粥里面加了燕麦嘛 还加了鸡蛋和蔬菜 就是比较顶饱 营养也更丰富一些 所以今天就是中午的时候 我课间休息只吃了一个苹果 现在的话呢 我是有点饿了 所以呢 我打算做一个这个鸡胸肉炒蔬菜 对就这样 是这么多应该已经很多了 撒盐 早上剩的这个菜梗 现在可以把它切掉 然后拿来炒一下 哇哦 就吃这小小一碗吧 其实量不是特别的大 看上去 鸡胸肉稍微有一点点柴 青暖石给我的另外一个启发 就是我会更加珍惜食物 以前就是鸡胸肉啊什么的 我是基本上不会吃的 因为我觉得嗯 不好吃什么什么 青暖石了以后你会发现 啊鸡胸肉也很好吃 平淡的小米粥也很好喝 然后每天晚上我煮的蔬菜汤 也很好吃 实际上并不是他们真的不好吃 而是对你来说你有太多的选择的时候 你不会去选择他们 然而当你的选择是有限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也是很美丽的 现在晚上7点12分了 要做完饭了 最后一顿晚饭啦 呃我只在这个里面加了盐 没有任何的调味也没有油 就把食材放到锅里面 用水煮了一下 就很好吃 喝喝 好香啊 好厉害喔 好厉害喔